好了 那么勾手的第三个落点我要说了 第三个落点是我们的中线的侧下旋 第一个侧下旋的拉手是沉间动作 你看这是一个侧上动作 它是一个明显向上摩擦它才能拱 实际上它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我们换位想拉球它为什么转 是不是因为由下而上的摩擦 对不对 你如果这样拉它会不会转 它是撞几多 所以你的击球点一定要什么 第一 基本上的感觉侧上旋是这样兜起来的 但是你不可能做得这么明显 好你看实际上它是向上摩擦 它球才会产生拱 对 那么我们就像你看侧下旋什么 它就是相反的 我在发的时候 我的击球点可以相对偏高一点 带住球以后向下摩擦 你看我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向下摩擦 这球就转了 我在接触的时候侧上是在这 侧下是在这 我碰到球以后 我的前臂向侧下方用力 我的手腕向侧下方用力 你看接触到球一个是向上 一个是向下 看我的拍头 无论是直板还是横板 这就是侧下 我们在接触到球的 这就是一板什么 侧下拳 这就是一板长球 我拿横板发 拐 非常的拐 所以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你看我用短球来发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我们就记住动作要领是啥 击球点稍微高一点 这时候你不用放太低了 然后把拍面稍微平一点 在我接触到球的时候 前臂向下用力 手腕 看前臂向下用力 手腕向下用力 好 来大家看一下 看 看 这是什么 侧下 看 侧下找左肩 比如说找左肩 一个找左肩的 胳膊肘 胳膊肘 你看 找胳膊肘 一个找肩膀头 看 侧上旋 我再发一下 大家看 看我的出球点 这就是一个侧上 这就是一个侧下 你看正好这个发力点 对 正好到正 对 是不是 我要发侧下的话 你看 这就是一个侧下 这球你看多拐 拐 然后还转 转 怎么转下来的 一拍行平 二拉手 三接触到球的时候 看 大家看这点 看 它是什么 往我胳膊肘 往这个肘关节的位置发力 你看 它就是一个侧下 特别拐 特别拐 对 如果说你想发侧上的时候 你就记着 我的用力方向 拍头的用力方向 是朝肩膀的位置用力 那就是 这就是一个侧上 这就是一个侧下 看 侧下 直横板都是这样发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拍行一定要平 侧下旋 摩擦到球的 右侧下的位置 就是在这儿 求我们看 稍等一下 第一个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击球点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拍行稍微的平一点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我开始前臂以肘为支点 前臂向侧下方用力 第二个是什么 慢动作的手腕 仔细看 这时候我是不是拍头是冲前的 然后我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手腕向下 然后导致了我的拍头什么 向侧下方用力了 看 看我的拍头 看 不用接 看 是不是对下我的侧下方了 是不是在这儿了 你看球友们 看 哼 再看 实际上它的慢动作就是这么发的 只是它手法太快了 它有一些假动的出现 所以你很难接 我们在发的过程中 拍头直接冲前 这个时候摩擦到球以后 两个向下 一个是前臂向下 一个是手腕向下 针就是找胳膊肘 找这个肘关节 你看 大家看看 看这球特别的飘 而且加上速度以后 它就非常的转 看 这就是纸板发出去的 看 好 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一个用力点是向下 向下 手腕向下 手腕必须得转动 没有手腕的转动 其实你发的也是转的 但是没有那么转 对 所以我们想发那么转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得有两个加速向下 一个向下是什么 前臂的向下 一个向下是手腕的向下 我们为什么发不拐 是因为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下旋球 对吧 对 拉手是勾手 发球是下旋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 你看 一 二 推出去了 那么我们怎么能发拐呢 就是让我们的拍头去找我们的左肩 这个球就拐了 你发 反手发 发到反手位也是 发到正手位也是 他找到左肩 拍面才能保持回钩角度 我们现在发动 无法 发动 ağı 感谢观看